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家动物园倡导的是向往生态平衡 动物们都是自由的 让这里的所有动物们都回归他们大自然最自由的状态 以及这里边呢也有没有被关的老虎们啊 狮子们 所以动物园上都会紧贴着标识 说是大型危险动物 禁止打开车窗和把头手伸出窗外等 当然除了凶猛的动物们 还有小羊小牛和最常见的鹅等 它们都是很悠闲的在打草地上草原上吃喝玩乐 所以享受它们最自由的状态 也有看到不同的动物们生活在一起 大家都能和平相处 这是其他普通动物园所见不到的 也是非常有趣的特别之处 这里还有特别看管的管理人员的车和人直接在动物旁边 然后可爱的动物们还有鸵鸟直接去捉理员的车 所以也是非常很好玩的互动 例如也可以看到很大型的动物 犀牛和马等 还有包括正在过马路的长颈鹿 也可以看到它们的家 近距离看长颈鹿才发现它们真的很高 然后它们的食宿都是安排在了非常高的位置 非常的有趣 看到这两个长颈鹿在过马路 大家的车都在让它们 真的也是深度感受到了动物们的可爱 这些互动和场景都是在普通的城市里所感受不到的 在这个动物园里 动物们都在悠闲的休息或者吃的东西 都是很自由的感觉 随之呢下了车 还有游船可以乘坐 上了这艘游船 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到水上动物们的王国 坐上游船四周灵水 也有很有爱的讲解员 为我们讲解这个小岛上有不同动物及水鸟等是如何生活的 也是另外一种更加近距离的可以观察到动物们生活的条件和状态 接着呢下了游船也可以看到不同其他的草食类动物 像羊驼或者小绵羊等等 人们也可以直接触摸到它们 接下来是更加精彩的部分 在不同场地还有不同种类的动物们展示它们的才艺 比如这个飞禽类 它们不断向观众们展示它们高超的飞向本领和捕捉能力 也是让游客们太为观尺 惊喜连连的感觉 不同种类的动物都有被拿出来很近距离的可以观赏到 经过主持人的耐心讲解 你可以了解到它们的生活习性和不同的故事 最后夏天震荡时 当然少不了玩水的项目了 大人小孩最后都可以来到这里放松休闲一下 African Line Suffering是一个很适合和朋友和家人度过愉快一天的地方 别忘记订阅和关注我们的频道哦 请订阅 les unanimatar 贷aches 钢瓣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落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起源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随目 停留在这些目的颜色 每天操人操作画写音 我们下回去到这里 atom种时间 我们下手节目 �天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